深圳市政府公布明年8月底將建成45,000個5G機站在全國率先實現全市5G網絡全覆蓋 深圳市政府亦將重點培育和建設五大5G產業聚集區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院長張奇表示 中國扶貧脫貧工作實施六年以來 中國貧困人口由9,899萬減至1,660萬 累計減少8,200多萬貧困人口 預計明年可完全實現脫貧目標 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任務